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煮油飯一盒沉甸甸的 足足有24兩 具無霸雞腿誘人醬香 香氣撲鼻 雞肉滷得軟嫩 輕輕一扯就撕開來 肉質幾乎入口即化 還有油飯也很刷水 表面鋪著栗子跟蝦仁 用香菇跟醬油炒過的米飯 吃起來濃郁夠味 鹹乾鹹乾 飯粒QQ彈彈帶點黏性 在嘴裡越癢越香 要做出這樣的好味道 背後功夫可不少 香菇跟肉絲滾在熱油裡 逼出濃濃香氣 加進一大勺麻油跟中藥湯 慢慢把香味煮進去 另一頭還要忙著蒸米 我們是用原糯米 一般比較常吃到是腸糯米 對 可是腸糯米比較沒有那麼Q 每匹米都不同 蒸的時間 火力都要靠經驗調整 才能蒸出雪白飽滿的飯粒 一鍋整整60斤 在鍋子上加上剛煮好的醬汁 趁熱使勁翻炒 撒上滿滿紅蔥頭 全程手工拌 如果我們用機器拌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結塊的地方機器沒有拌到 那我們就是用人工去拌 然後人工去炒 然後就可以保證說 每一粒米飯都會吸到我們的湯汁這樣子 雖然人力很費工 卻能留住最傳統的古早味 這味道還邁進竹殼大廠 搖身一變成了客製花便當 我們有青魚跟棒棒腿這樣子 楊總主持 團善公司他們會要求要有配菜 對 所以就是我們會多了青菜 然後像聯發科的話 他們還會要求要有一顆滷蛋 因應勺子化 明月裡業績下降 第三代接班人嚴培軒 找出油飯新的出路 也打進新竹中小學營養午餐市場 把油飯變出各種可能性 其實這間老店可說是米的專家 早期主要是賣白米還有帶蒸米飯 比較大的那種50人份那種店鍋 以前是沒有的 所以以前如果像那種公司 他們要煮白飯的話 他們會變得很麻煩 他們就是直接跟我們叫 對 那時候我們一天煮白飯 每餐大概都要煮到 一兩萬人份的量 經驗累積摩頭米飯特性 每天一早天剛亮 所有人就定位開始忙碌起來 米香混合著糖的甜味飄了出來 剛蒸好的黑糖米糕 一包包分好 在模具上壓扁成形 我們五點做嘛 大概七點多 八點會好這樣子 有金桔 黑糖跟紅糟 對 然後我們有淋麥之外 也有結婚用的 拿出喜慶的傳統大紅盆 把熊滾滾的金桔米糕鋪上去 壓出剛剛好的景度 放涼以後用芝麻跟葡萄乾裝飾 圓圓圓澎澎 看起來很討喜 許多人辦喜事都會專程來定 日常想吃也有一片片的 金桔的酸甜融入糯米香 紅糟爽口甜味 跟黑糖的濃郁各有特色 這些味道都是岩培萱兒時 在父母身邊幫忙的點滴記憶 我們就是先從包裝開始 像蓋蓋盒蓋 然後放個紅蛋那樣是還OK 因為我們小時候有幫忙 就是忙的時候會幫忙 然後真的到有下去做的話 就是退伍之後 退伍後返家認真學藝 還幫著出點子研發新品項 大鍋裡米酒配著薑片 把雞肉煮熟端上桌 這碗雞酒隨著熱氣飄出麻油香 枸杞淡淡甜味融入湯頭 金黃清澈喝起來爽口不油 雞肉肉質Q彈不乾不柴 喝一碗感覺超滿足 跟著父母的腳步 扛下家中一家子招牌 顏培軒從兒時懵懵懂懂 漸漸摸索出自己的堅持 我是覺得創業不容易 就是阿公創業到現在 可是我覺得守城 也是滿困難的事情 我應該到七十歲的時候 就一百年了 我自己大概算一下 所以你打算做到七十歲 對 做到七十歲 靦腆笑容裡帶著顏培軒 對傳承的希望 新竹巷弄間的老店 數十年來那熟悉的古早味 依然持續飄香 對傳承的希望 對傳承的希望